哈囉大家好 我是徐思黛兒童保護運動愛心大使小S 我在這邊以IPSS的名義 保證以下的回答 絕對屬實 沒有一句是謊言 S姐1分到8分 妳覺得自己失控指數有幾分 7分 兩個小孩大聲吵架妳會怎麼辦 不要吵 現在跟媽媽講發生了什麼事 孩子莫名鬧脾氣妳會怎麼處理 我會蹲下來看著她的眼睛說 怎麼回事 妳是媽媽的小天使 擁抱她 然後再聽她講她幹嘛鬧脾氣 可是如果當時心情不好的話 我就會說不要吵 孩子哭得很傷心但問不出原因妳會怎麼辦 我會一直擁抱她 抱到她不哭為止 然後再慢慢的問發生什麼事 孩子一直吵著要買玩具 妳會怎麼辦 我每次帶我女兒去各個地方 他們就會說媽媽我要買這個 我要買這個 我就會說垃圾 垃圾 垃圾 不准買 我就說只准買用得到的東西 孩子半夜不睡覺一直哭 妳會有什麼情緒反應 給她們吞兩顆真兵器 沒有開玩笑 半夜一直哭 我會陪在她們旁邊講故事給她們聽 然後我也讓她們選擇說 妳們要聽刺激的故事 還是要聽溫馨的故事 如果耐心很足夠的話 我就會講一個很長自己編的故事 如果沒有耐心的話我就會說 有隻青蛙跳跳跳跳出門 然後就被村民閉了 The End 趕快睡覺喔媽媽愛妳們 孩子玩具不收好也講不聽妳會怎麼做 我會跟我老公講 我老公出來說 把我去收好 他們就會立刻收好 孩子因某些原因感到害怕 一直要妳陪過抱抱的那種作 我就會抱她們然後陪她們 孩子一直挑食 逼她吃也沒用怎麼辦 以前第一胎的時候 我女兒一直不吃花椰菜 然後我就跟花椰菜做了非常多的互動 就說妳看花椰菜是剪髮喔 妳要幫她換一個髮型 來我們把她咬一口 她就變平頭了 妳看 我們要咬 然後現在她不說我就說 OK whatever 反正妳就吃別的吧 S姐那我們來公布妳的成績 妳是擁有正面能量的爸媽 像大象一樣給孩子安全感跟支持的力量 只是偶爾也會有一點情緒 是 那我們給予的建議是 適度的關心自己跟孩子相處之間的壓力 然後適度的去做排解 那需要適度的喝一點酒嗎 可以 大象剛好也是我最愛的動物之一 因為牠們非常注重家庭 我這個人就是家庭擺第一位 因為我女兒他們都是舞蹈 學舞蹈的 所以牠們的專長就是側翻 然後我常常是回到家已經淚灘了 然後躺在床上 然後牠們就會一直在我旁邊側翻 五指經的側翻 然後有時候會這樣踹到我的臉 我就會說青年回房間睡覺 然後牠們就是都聽不見我的聲音 但是牠們都聽得見爸爸的聲音 然後最後我真的沒辦法 我就會說都給我出去 我要大概吼三遍 他們才會這樣 就是默默這樣 好啦 後來等到我真的心平氣和下來之後 他們也要睡了嘛 我就會回到他們的房間跟他們說 媽媽剛才大吼 真的是有一點失控 對不起 我說可是你們也要知道媽媽很累 我們要彼此體諒 希望以後這種事情不要再發生 可是這種情況還是幾乎每一天都會發生 我就記得有一次我女兒也是把我惹毛 然後我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被她氣哭了 她還跟我頂嘴 然後我就會打電話 比如說給跟我女兒同年齡的 比如說家詠傑 我就會說家詠傑 你現在聽我講一個故事 我女兒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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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你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的反應覺得會不會太過分 她就是說一點都不過分 這個時候你就應該要嚴厲的跟他們講 然後聽完之後我就說 那你女兒會這樣嗎 她說我女兒有的時候也是非常的欠揍 然後我就想說 還好我只是我女兒欠揍 是每一個小孩都會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我就覺得抒發完之後 然後就覺得OK好 那我的反應不會太過分 就是我老公講一句話 但是我必須要吼十遍 所以就是會很累 但是他們就是把我當成最親密的姐妹套 然後我婆婆也說 寧願小孩愛你也不要讓他們怕你 因為他們一旦怕你 他們就會跟你產生距離 所以我現在雖然有點累 因為得不斷地講很多次 然後我老公一句話他們就聽 可是我想說他們將來長大之後 不管是談戀愛或者是交友上面遇到什麼問題 他們都會選擇跟我講 因為我是他們的姐妹 我寧願我的女兒把我當成姐妹的話 我也不要變成一個威嚴 然後讓他們去怕的母親 哈囉各位辛苦的爸媽 我懂教養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邀請你一起響應橘絲帶兒童保護運動 愛孩子不失控 我是小S 11月19號橘色野餐見